首先的话,当然第一个,我们大概知道BMI的计算公式 比较特别要注意的是,身高部分的话是公尺的平方 那平方的话是乘乘嘛,乘乘2就OK了 所以第一个,那乘式部分该如何撰写的话 其实我们首先一样,在我们的python这边先开一个新的模组 那乘式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个身高一个体重 所以我们前面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就先拿我们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的话是先计算BMI的结果 第二阶段呢,再去做逻辑判断 所以你不用急着一次要把所有的层次打完 你可以先第一阶段OK了,再去跑第二阶段 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层次打了一堆就发生错误 你反而还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去检查 OK,所以也许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那所以我先拿这一部分来 因为程式大概差不多了,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当然我要请 让使用者输入升高 所以呢,升高部分的话是input是什么的 请输入升高嘛 然后这边可以是问号,可以冒号啦,反正这不OK 然后特别注意呢 可能外面还要必须要包,要不就是你包一个float 那float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它输入的升高是有小数点的话 OK,那你如果一样嘛,因为现在很多人也蛮在乎那个小数点的 比如说我就点几,OK,那体重也是一样嘛 大家很敏感嘛,一定点几表示 对,像这几天廉价嘛,大家可能如果不出门就一直吃吃吃吃吃 那你会不会那个,你蹭了一下,又多点几 对不对,就很敏感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转型的时候呢,记得用float OK,那当然如果你是要整数那叫int嘛 这道理,前面有讲过嘛,OK 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因为升高部分的话 它必须是公尺米嘛 所以后面记得把它什么,除以这个100 然后呢,我们再产生两个变数 一个是h,一个是w OK,那就是一个升高,一个体重嘛 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计算这个bmi 然后把bmi的结果print了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把这个print出来 OK,假设 这个程式写完了,bmi的话就是什么 这个什么,它的公式 如果你实在是不太知道 那你可以看一下bmi这边就 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我们程式的部分就是什么 体重,w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就是h,乘乘2就好了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程式吧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有直清 请输入身高,那身高的话就 直接随便输入180好了 那体重的话呢,假设是69 enter,然后帮我把bmi给print出来 OK,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话就出现什么 21.29,一堆了,有没有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这一题是希望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OK,如果你只要取小数点第二位 如果你用Excel的话,Excel里面不是有什么 可以直接什么,取到,你们按按按按就可以直接取到 那那个部分的话是Excel里面的格式 可是在Python里面如何做格式化 OK,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后面的话,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我希望输出的结果 看到应该就长得像我们的那个 云章上看到这个结果 最好是看到就长这样 bmi冒号,所以前面需要加这个 串接,后面的这个结果 是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取得小数点第二位 这边的话呢,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你必须要学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叫format format 那这个format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点像是你在Excel里面 你假设做完你要的资料 你势必需要做格式化嘛 如果说你不格式化的话,那资料会很乱嘛 OK,所以一般是做完资料 产生资料之后的话把它格式化一下 让它变得比较漂亮,比较整齐 OK,比较美观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python里面呢 你要把资料,尤其是数字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的话 那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所谓的format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怎么使用 这边注意哦 首先的话,我们拿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那首先的话呢 因为我给它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是有小数点 而且包到后面一大一串 那如果要取到我要的第二位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的话你必须 这个bmi先把它放到后面 先给格式化 格式化它的规则第一个 你必须给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然后呢,给它一个什么 大瓜糊 移到中间 冒号 这个大瓜糊指的是我要把那个资料放进来 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成什么呢 记得这里,这规则给大家稍微记 冒号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就是什么 点2f OK 这个f你可以把它想像应该是float 一个缩写 那点2f就是什么 小数点 这个点的话是小数位 数的后面取两位 那顾名思义啦 如果你要取更多位数的话 那就变换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改成3就第三位嘛 改成1就第一位 一是类推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双引号 然后大瓜糊 移到中间 冒号点2f 那后面的话呢 第一步先给一个格式化的规则 有点是像那个什么 Excel里面格式化里面有制定 其实里面有一个制定规则 后面的话移到这个 字串的后面打一个点什么 点format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把那个format的函数叫出来 OK 然后呢 刮壶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大刮壶 所以你必须给一个变数资料 放在哪里呢 放这个刮壶里面 好 这样就完整 它会怎么样呢 把刚刚的这一些资料 没有 就是BMI 这些资料呢 放到前面这个规则 所以输出的话呢 因为我要取到小数研的第二位 所以格式化之后的话 刚好 就会是取到什么 小数研第二位 OK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 OK 让它run一下 看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1 把它执行 然后升高 随便打一个 体重 Enter 有没有 23 21.45 OK 点30 输出了 好 那这个第一步就完成了 其他小型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前面 再加一个叙数 双引号 BMI大写 后双引号 冒号 然后把资料放到这里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该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前面是用串接 对不对 可是 如果你用format的话 不需要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那个你的资料 跟你的文字串在一起的话 那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双号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如果 如果要加上什么 BMI的话 比如说 BMI 冒号 冒号 直接打一个冒号 OK 那这样的话输出 就会得到什么 BMI冒号 然后呢 这个 21.30 OK 就输出了 但是 如果你今天还要加上什么 前后 前后还要加双引号的话 大家记得吧 就是 反斜线双引号 然后呢 这边 它多一个双引号 然后在哪里呢 在BMI 这个 I的右边 在反斜线 双引号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个有点太自动 它自动 我一个双引号 自动给我两个 那你可能要把后面删掉 也就是说 我今天希望BMI 前后再加双引号的话 OK 执行一下 那一样把它输入 Enter Enter 有没有 BMI 冒号 21.30 完成 OK 所以第一阶段 我们就输出这个 那待会的话 第二阶段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呢 在这个 底下一行 记得哦 放行 平与冒号 看是过轻 还是过重 还是标准等等的 所以呢 第二阶段的话 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底下呢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刚刚讲的部分 先试的完成 那这个在我们的 第十页的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边的话 主要 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 会加上那个 平方 有没有 升高的平方 就乘乘二 OK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 那个 这个什么 format的部分 format很重要 因为未来 这个format用到的机会还蛮高的 只要你要输出资料 你希望把它改成 什么样的格式的话 有点像Excel里面的那个格式化功能 那就会用到 这个format的函数 OK 试试看 好 OK 试试看